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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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晶半夜这么晚了 你要出门吗 恩主公有只是一个梦 矿场有点事 我要过去一趟 别担心 快去睡吧 我过去看看 哦 那你自己也要小心 老板 时间这么晚了 怎么会过来矿场呢 走走走 我真希望刚刚做的梦 只是一场梦啊 有人偷梅 真的和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个人不是知情才生了公头吗 听说他家中孩子很多 负担很重 本来还想帮他多添些米粮 没想到他竟然做出这种糊涂的事 老板对这个公头很照顾 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现在都已经人赃俱祸了 老板怎么还不让我们抓人啊 你赶紧停下来吧 不要再做坏事了 千万不要种下恶元 犯了偷盗的恶业啊 是老板 他要跑了 老板现在人证乌证都在 要是让他逃走了 事情就难办了 对啊 现在不抓他 他一定不会承认的 东西没丢就好 今晚的事不要讲出去 就当做没这回事 请问老板 我们人在矿场这边 都没有发觉这件事 您住在那么远的地方 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恩主公在梦中指示的 原来是恩主公指示的 连有人偷眉这种事 恩主公都会指示吗 在梦中 那个偷眉工人的脸 我也看得很清楚 原来是恩主公灵感显胜啊 哦 感谢恩主公慈悲护佑 人难免会犯错 明天那个人若有来 你们千万不要为难他 如果三天后 他还是没出现 你们就去他家看看 说老板叫他回来上班 老板 做出这种事的人 不能再用他了 要是开除他 他全家要吃什么 金书上说 青天不加毁罪人 只要他愿意改过前妃 回来上班的话 就多给他一些加班的机会 多算一点加班费给他 啊 老板 您不但要原谅他 还多给他加班费吗 人在做天在看 只希望他不要再走错路了 老板说 你过去的表现很不错 所以特别要我们来关怀你 还吩咐我们 劝你赶快回去上班 老板叫我回去上班吗 这真的吗 是真的 老板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老板也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错了 唉 我做出那样的缺德事 真的很后悔 没想到老板还叫我回去 能够遇见这么好的老板 我真的很感激 我会好好重新做人 明天一早就回矿场报到 回来就好 人们悔罪天逼将降 工人惊讶极了 抬起头 正想说些感谢的话时 悬空师父却已从容离去 师父感化误入企图的工人 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也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安稳和幸福 这样的宽容与慈悲 就如同冬日的阳光 温暖了许多人的生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分享 被钳医